汽车出行方式财富的象征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项巨大的开支 在新加坡尽管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而不是开车 尽管汽车价格高 并且需要代表来支付购车费用 但仍然有许多新加坡人选择购买汽车 因为他们认为有必要 今天我想深入探讨一下汽车价格 汽车贷款 以及他们如何在财务上对你造成限制 大家好,我是Andrew 让我们开始视频吧 尽管新加坡的汽车定价主要目标是 管理交通和拥挤问题 以及通过税收增加我们政府的税收 诸如COE、汽车配额证、ARF、附加登记费 和GST消费税等税收 你购买入门级汽车的平均费用 会比其他国家高出至少5到6倍 因为对于考虑拥有汽车的人来说 仔细评估个人财务并将其以自己的需求和情况 全是至关重要的 购买汽车是否有必要如今 汽车贷款指南已经放宽 任何有兴趣 购车的人都可以寻找首期付款 需付30%的定价 在新加坡 拥有一辆汽车肯定是一个猛销 即使汽油价格不断上涨 也会影响到车主 因为拥有一辆汽车可能会带来生活的许多方便 它可以节省更多的出行时间 你也可以更加容易决定 如果在新加坡 出行汽车也可以成为个人个性的表达方式 但我在这里告诉你 如果你正在考虑购车 甚至于出售你目前的车辆 并升级你应该三思而后行 如果你在购买和升级汽车上 过光的你所有的积蓄 将措施其他重要的财务机遇 如养老储蓄、保险、为你的子女或父母规划 以及优害事件 如疾病或失业储备6个月的应急基金 因此一个经验法则是确保你的总债务偿还额 例如信用卡、汽车贷款、房屋贷款 但我个人也只购买二手车 以节省成本 为什么我这样做呢? 因为汽车贷款有时可能非常沉重 甚至不值得 为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